由勞工事務局、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合辦 2023第五屆澳門綜合旅遊有限企業職業技能競賽 6月29日舉行啟動儀式 全國政協副主席賀口華、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嚴直善 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龍等出席主禮 競賽現代已成為澳門職業旗能界的一張新名領 澳門的經濟順速恢復離不開國家的大力支持 未來澳門將以國家所需澳門所能為原則 發展好一國兩制的獨立優勢 透過一加四的多元發展策略 以及按照建設在大陸人遊行中心的目標要求 促進澳門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和業界一同造優 造精、造強綜合旅遊 同時在勞工事務局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 開展了綜合旅遊休閒企業的技能競賽 藉此為行業的職工創建了交流的平台 促使行業的職工提升綜合的素質 優化行業的軟實力 為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提供助力 展望未來 公聯總會將繼續加強與 特區政府、企業的緊密合作 因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和企業的實際需要 我們開展具針對性的培訓服務 我們期望能夠透過勞資、政三方的協助 共同地推動澳門的激制制度多元發展 協助職工提升職業素養和社會的競爭力 拓展職工的發展統一 試次競賽旨在推動特區政府和企業 重視對僱員職業素養和能力的培育 增強僱員的職業綜合能力 為推動澳門特區政體發展 以及綜合旅遊有限服務職技水準和素質提升作貢獻